台灣舉重好手許淑敬 在二零一二年倫敦奧運 女子舉重五十三公斤級 拿下銀牌 和當年奪金的哈薩克女將 趙昌林差了七公斤 但有消息傳出 趙昌林疑似要剪未過 倫敦奧運金牌將被取消 國際奧會近期 針對北京及倫敦奧運的 兩百六十五位選手 進行要剪樣本重演 在五月二十七號 發布的新聞提到 A樣本中就有來自五個項目 六個不同國家 一共二十三位選手 呈現陽性反應 儘管國際奧會 並沒有公佈任何名單及資訊 但據傳可能包含五位 舉重金牌 甚至趙昌林也在其中 不過要檢程序十分繁瑣 檢驗完A樣本之後 還有B樣本 一切都尚未確定 現階段就是只能等 反擊要管制規定 等待並非沒有期限 中華奧會秘書長沈怡婷推斷 在今年里約奧運之前 就能有答案 為了要實踐這個國際奧會 巴哈主席的決心說 絕對要保護競賽的公平性 不讓任何作弊的選手 能夠參加今年的里約奧運 憑巴哈主席這種 堅決的這種意志 應該是在今年里約奧運之前 過程就應該會走完 大概就會有結果 臺灣體壇能不能迎接時尚 第一座舉重奧運金牌 預計這兩個月就會有答案 屆時趙長林 若真的違反使用禁藥 不只徐淑靜能地補多金 八月登場的里約奧運 中華好手也將少了一大勁敵 RIDE體育新聞採訪報導